一天只有一到两班公车 新竹县坚实后山交通不便 瀑布共乘两年来 已经超过了3000人次搭乘 也提供送餐就医 未来还将开通客户两用服务 支持共享理念 普利斯通就捐赠了56个轮胎 协助山区交通更便利 为了坚实后山民众的交通权益 台湾邮政协会 普利斯通公司和民台保险公司 今天举办捐赠仪式 赞助工程业者营运 我们兼职厢的 瀑布共乘 今天正式的来宣布 让大家能够了解 并且都来使用 这个也就是DRTS 需求反应式的 轿车预约的一个 瀑布共乘的一个方法 也可以是对我们兼职厢的 乡亲可以讲是非常有帮助 一天只有一到两班公车 玉丰村和寿篮村 为处坚实后山交通不便 为服务在地 步步共乘109年 由县府和坚实商公所一起推行 以服务超过3000人次 还提供送餐就医等服务 支持共享理念 普利斯通捐赠56条轮胎 提供车辆使用 台湾邮政协会 捐赠30万元协助营运 以及明台保险公司 提供司机优惠的保费价格 减轻负担继续推广服务 那目前我们在御丰跟秀兰 学生在读书 或者是我们长辈到这个文件站 或者是说在我们这两年的 疫情的时候 这个疫苗的施打 还有我们到诊所的这个看诊 拿药的部分 都可以透过这个步步共成来使用 步步共成这样无缝接轨的一个 公共运输的服务 那么我们持续在今年 通过中央能够争取到客户 同时能够来服务 未来还将开通货客两用服务 以便坚持乡民预约使用 透过共乘汽车 让坚持后山民众外出更顺畅便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